謝謝明星的分享 那其實剛剛的分享裡面 大概有一些點大家可以去再記一步 因為我明星在分享的時候 我想說對啊 明星怎麼會有那個能力 再提到文化資產 或者是說你在跟這些公務門 就是對話的過程裡面 就知道說這些文化資產的 那個重要性跟調查 因為其實明星沒有那麼多的經費 或者是人力可以去做這些調查 所以他們其實是在一邊 在跟政府公務門 就是跟他們協商的過程裡面 自己也要想辦法去了解 那其實 當年高冰殼那個長久保存 我們遇到的也是台鐵 所以台鐵反正都是一直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拆 一直在拆那些日式的宿舍 那尤其 鐵鐵宿舍村 他們也是彰化都市更新計畫的問題 那高冰殼那個時候也是 那甚至大家出彰化火車站之後 本來右邊有很多都是日式時期留下來的宿舍 也因為某個地方明代的爭取 蓋了停車場 對 所以整個都被拆掉 那這個明代好像在 都某個開發案裡面都出現 對 而且這明代拍了一個金城武的 哎 你怎麼這樣子 對 那就是說我們關心文化資產 可是一定會遇到政治的問題 那這裡面 當你跳下來 就是你去發現 你就發現 喔 一點都不簡單 那這一次 藤姐宿舍村的保存裡面 不僅是你現在還有像玉米媽媽 這樣子的媽媽也站出來 去搶救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請玉米媽媽來 分享她的這個過程跟想法 那請大家長次 歡迎玉米媽媽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會走進台鐵宿舍村 要感謝新生會的引導 就是新生會她在發現 這個台鐵宿舍村之後 她辦了一個就是 在網路上號召 民眾可以進來這個地方看 但我後續的部分會 會針對我個人投入的過程 做一個介紹 但是因為我覺得在現階段 最重要的就是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在投影片的前端就是 先 就是 目前我覺得她是一個小小的段落 就是 本來她 只保留四棟歷史建築 那後來增加為18棟 但是那另外的14棟是緩差 那 大家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 心裡很擔心 因為 投入這個台鐵宿舍村的 調查工作的時候 我發現 這個地方並沒有經過確實的調查 那 變成緩差14棟 我就是心中的擔心 一直沒有辦法放下 所以我繼續進行 就是 就是 默默的調查 但是 那是沒有經過申請的 那我自己也想說 就算被你發現 我就說我是流浪漢 然後我就進來裡面 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知道我的原則是 我不會破壞這個地方 那 在這個地方就是 要先邀請大家 就是在接下來的 就是 你有空的時間 歡迎你一起加入我們 就是進來維護這裡的環境 因為這個地方 蚊子真的很多 那 有可能這個地方 會被官方單位 誤以為是 登革熱的一個 發源地 或是說 就是有可能造成 登革熱的疫區 所以 假設這個地方 可以蚊子變少一點 我覺得這個地方 保留下來的機會 就會很大 當然目前它是 不會被拆除 可是 難保以後 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 這個東西可能就有危險了 所以 目前 其實 志工們正在做的事情 有 以下幾個事情 第一個是 訪談主 那 主要 裡面的成員 主要是 新生會的夥伴們 那 也有陸續續續加進 一些新成員進來 他們在進行 就住戶的訪查 以及建立宿舍村的大事記 那 真的很需要 就是 有興趣的朋友 一起來加入 實際的訪談 以及 事後的 主自搞的 就是 黨字 建黨 那 第二個就是 建築主 就是它在進行 建物的測繪 以及模型製作 還有 史料收集 那 那 其實這兩件事情就是 也可以等到官方單位來做 但是 我們 就目前跟官方單位的這個協調過程當中 我覺得 他們不夠積極 所以我們能做的 我們就目前就去做 那 建築主也很需要 有人可以來幫忙拉一下捲尺 然後 甚至說 拍個照 就是 我們目前的人力是嚴重的不足 但是 我們還是持續在做 那 第三個就是環境清掃的部分 因為 除了蚊子之外 就是有一些樹 已經 已經就是它 十幾年 就是它可以自由的伸展 因此它也長進房子裡面 那 房子已經有在被破壞 所以 必須要有 就是 比較有力氣的朋友 能夠幫忙拿鉅子來幫忙修織 那 第四個就是網站的規劃 就是 我們在跟文化局提報文化資產的過程當中 也陸陸續續的建立了一個資料庫 那我們目前這個網站已經有初步的出席 但還沒有分享給大家 就是它目前還在製作當中 那 第五個就是紀錄片的拍攝 就我們覺得 從進入宿舍村到現在 等於說是延續宿舍村的另外一個生命 那我們也很希望每一個志工進到這個地方的過程 都能夠藉由影片記錄下來 那我剛有提到那個建築稱謂的部分 就是左邊就是我們在場有那個農業 他就是我們建築組的主張 那他就是引導就是志工們 怎麼樣做這個建築的策繪 那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農業他親手做的一個小模型 就我們希望把宿舍村的 將近50棟建築的建物的模型都可以製作出來 那這個的目的是希望就是可以讓更多台灣人 可以知道這個宿舍村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目前我們做的這一棟建物就是 裡面在日式建築當中算比較特別 它的屋頂跟古德殿的樣式是同樣的入木屋的形式 這樣子 但它目前就是真的是目前可以保留下來 我們覺得很高興 然後做了這樣的模型 那還有40幾棟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製作 然後另外右手邊這個不是很清楚這個木板 就是我們雖然在做打掃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在做史料的收集 那我們發現 這宿舍村裡頭還有很多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以前在中美合作的時候 美國援助我們當時的那個一個符號 中間是那個兩隻手握手 然後上面跟下面各是中美的國企的符號 就代表符號這樣子 那這個都還可以去延伸一些故事 那跟我們訪談主在跟舊豬訪談過程當中 有了解到說 宿舍村裡面的就是媽媽們 他們會縫製麵粉袋 那以前其實有用那個美國 他提供給我們的麵粉袋 製作大內褲 對 那內褲上的符號就是這個符號 對 所以它是在同一個時期 過去的歷史發生的事情 不過說真的 雖然我在學校教書 那我以前對歷史是很排斥的 然後但是我因為走進這個宿舍村 我覺得原來那些歷史還蠻有趣的 只是我還蠻慚愧 那兩位就是當我們發現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不太了解他的那個故事 但是裡面有很多的大哥大姐 你待會兒會看到我們投入的志工 就是有的就是他們已經很是退休年齡 可是他們願意把這個地方 就是細心的去守護他 那他們也是我們的很好的前輩 可以告訴我們過去的故事 那這兩位是我們就是 修術歌草組的大哥 這兩位組長 那我會一直在做這裡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我也得到很多 就是那個彎腰這樣子彎天 回去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可是也可以很感覺自己 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那個酸酸痛痛的感覺 不過我就是很敬佩他們 那有時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像那個龍爺他在畫那個建物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有新竹的朋友 進來宿舍村參觀 然後他們就覺得好像龍爺這個生物 好像比宿舍村的建物更有趣 所以其實我本來是要拍龍爺紀錄他 可是我發現就是這個景象還蠻有趣的 但我也很佩服就是那個環境很糟糕 蚊子在咬啊然後還有人在拍你 可是龍爺還是繼續在畫 因為其實時間很緊迫 雖然說現在房子已經保存下來 但我們都是利用駕具的時間過來 但六日兩天還是有一天要是假停日 所以我們只有撥一天的時間過來 那一天的時間要把宿舍村 恢復到上週整理的狀況 然後又再往前推進一點點 然後又要再做建物的整理 就我覺得那有時候是在等時間賽寶 就有時候我覺得很喘這樣子 然後左手邊就是志工群一個大的突破 就是我們年齡下修到高中生 就是那個由高中生進來幫忙 其實我一直想要找我學校的學生進來幫忙 就是國中生 因為這樣子號召很快 可是我不太敢 因為國中生進來 我怕受傷的話對家長不好交代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進去 我們都是默默的進去 就這個也不會有志工時速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困境 但我是在想說 只要我們知道說我們進去裡面 我們不是在做破壞他的事情 而且他有急迫性 所以就還是持續在做 那左邊的部分就是進行環境的清掃 然後右邊是 如果你從來沒有走進來這裡啊 你回去你會很多記憶的痕跡 就是蚊子會變得很可怕 其實我們都會用戴帽子戴口罩 然後長袖 然後還有長褲這樣子 其實很熱但是你不這樣子做 你有可能不太能夠做事 除非你真的蚊子不太咬你 所以第一次進來的志工 通常會像這樣很多兵回去 那還有就是有大哥啊 他知道我們裡面缺水缺電 那因為我們有在處理落葉 那那個落葉處理的不好的話 可能會不得了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把飲水進來 但是我們這個飲水也是有稍微 就是知道說這個是可被允許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請水電工來幫忙 進來接一個開關這樣 但是光是接這個水管又要花一個下午 因為我們都是伸手啦 就是這個水電工的朋友他會指導我們 但是我們還是要花很多時間來操作 好那以下就是我要稍微來講一下 就是投入這個宿舍村的這個過程 就是站起來那個就是我 就是我那時候第一次來宿舍村的時候 然後參觀完之後有一個會後的座檀 那那時候我就提出個疑問 保留這個地方會不會變成蚊子館 因為我覺得很多地方是這樣 對 但我先生也跟我一起進來這個宿舍村 那我先生也提出說 既然他會被拆了 那我們就趕快緊急行動吧 所以我先生就立即就是想說 組一個戶數組的那個志工團這樣子 可是當場只有先生跟另外一個志工兩人小組 嘿 然後 然後就是開始在等待說 哪時候再第二次進去宿舍村 那因為那時候覺得知道這個地方要被拆啊 就是回家之後要睡覺前會有點不安 很怕他真的被拆 會那麼怕就是因為 當天我也是第一次認識到台營宿舍 那我覺得台營宿舍那麼漂亮 而且我曾經看過那個台營宿舍 因為我以前在彰化室工作了十年 那我以前也在彰化念書 然後我是彰化的補行人這樣 但是就是 對彰化室的了解我自己認為不夠深入 但是我看過那個台營宿舍 那我覺得他被拆了 我覺得好心痛喔 而且我還不夠認識他 那同一天我知道台營宿舍被拆 又同時知道台鐵宿舍也要被拆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睡不好 那我下班之後就會去尋看看他被拆了沒有 因為我工作的地方就是 離這個宿舍村是最近的一所國中 然後我家也住附近 但是我就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就是擔心沒有用 努力才有用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透過新生會的引導 我們就進來那個宿舍村 然後新生會他們有造極志工一起 就是爭搶人手 所以第一次進宿舍調查的時候 就是我們務術組就是這些人 不過你看我背一個幼稚園的包包 就是我那天也有帶小孩 所以我不是真正的護術組 我是名不負其捨 就是先生跟志工們進去裡面護術 然後我在旁邊帶小孩 然後但是我也是一直在觀察這個地方 就想說可以盡點心力 那護術組做的工作就是 去辨別術種標示位置 然後忽量術的寬度 還有它的樹齡的覆蓋率 那技能就是綁彩帶標示 就是避免拆除上進來的時候 會誤砍了幾顆比較珍貴的樹這樣子 然後看到那些志工們在樹林中穿梭啊 然後爬到房東上面去量那些樹啊 很厲害真的 然後但是我們也很享受 就是那個洗衣店的老闆是目前唯一還是 就是在樹舍村就是住的住屋 那他都會跟我們分享那個玉蘭花 還有櫻爪花他就摘下來 甚至他會拿水果給我們吃啊 還跟我們講說哪一顆的龍眼是最好吃的 所以是辛苦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我們也是很快樂 那這些工作就是其實是在 希望這個地方更好 那我們是覺得說彰化室啊 真的很缺公園嗎 就是真的很懷疑 因為說真的 離我們這個樹舍村最近的一個公園 是彰化室比較新的景觀公園 就在金馬路往河梅那個方向 但是那個景觀公園其實被批評的很嚴重 那他是離目前這個時間最近的一個公園 所以我們是覺得彰化室應該不缺公園 他缺的是一個可以帶好朋友去走一走的好地方 那如果要公園的話 其實在彰化室就是八卦山還有成功營區 可能是更不錯的 那所以說我們進來做這些調查 做了這個表格 那配色的點就是他樹幹的位置 然後樹木製就是他的覆蓋率 還有他大致上是這樣 可能我先生會更了解 但是我稍微了解 然後其實這裡的樹大部分都是香土樹種 因為這是果樹 那以前日本人他們蓋的房子就是空地 基地面積很大 房子不會把土地蓋到滿 然後所以就很漂亮的前庭後院 那在這些前庭後院他們會種這些果樹 然後那個破布子啊 其實他每年都很公收 所以樹舍村的人會去採收 然後製作成那個可以針餘的那個破布子 然後還有蓮霧啊 酪梨 葡萄、楊桃 吃瓜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 還有這個烏舊 這個烏舊 照片拍的不夠清楚 那烏舊是冬天的時候 會變成很漂亮的紅色 我們是很期待說 我們可以陪著樹舍村 從這個夏天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秋天、冬天 然後看到他四季不同的面貌 那樹舍村最大的一棵樹 就是幼稚園前方的這個大榕樹 第二大的就是防空洞 有一個72人的防空洞 它旁邊有一個就是增長的生命力 非常光盛驚人的大榕樹 那我們今天早上有請那個潘樹的老師 進到樹舍村 那他是跟我們建議說 這棵樹其實是可以發展為 潘樹的體驗活動 因為它的那個盆枝的那個質幹很粗壯 就是是可以在潘樹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上下的活動 還可以左右的移動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潘樹的活動而破壞它 就是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讓這個地方可以加進來 更多的東西進來 然後左邊是一棵大榕樹 右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猜得到 它是一個很大的芒果樹 它跟一般想像那個芒果樹的大小 差異性很大 那這棵芒果樹就是在段長家的樹 段長家待會我們會看到 那這邊提到這個 就是我們會跑到至高點 就是四樓的水泥公寓上端 來俯瞰整個樹舍村去確認樹的位置 還有辨別樹種 那一直看到最中間那個 胖胖的像南投一樣這棵雀榮 但是跑過去找 找不到它到底從哪一個土地生長起來的 後來發現它居然是從那個 幼稚園教室的屋頂長出來的 然後它的根已經延伸到地上 那這棵樹的景觀非常特殊 它不是拿 我覺得它不適合拿來攀樹 我們那個攀樹老師他也是講說不適合 那光是用看了就很享受 就是那個很驚人的生命力 那我覺得我自己也會因為家庭的事情 跟樹舍村的事情就是會有點 不是沒有抓到很好的平衡 但是有時候想一想就是慢慢來 然後有時候想想認識這些新朋友 就是也覺得讓我的生活豐富很多 好 好 那物宿主的活動同時進行當中 另外就是其實新生會他們也是有一直 就是希望能夠加進更多的力量來幫忙這個宿舍村 那也有在火車上發傳單 然後我那時候也有去 不過就是後來發現好像那時候有請另外一個團體幫忙 然後再來就是4月30號在市公所那個交通部座團會 我也有去參加 那就是後來也寫了那個信去投書給憲徒啊 又一封我總共寫了四封 就是我希望把想法透過民意氣象用 就是做實際的行動試著去改變 然後5月9號的時候也有參加那個母親演技者會 就是希望彰化線能夠為彰化的媽媽留一個禮物啊 我當媽媽不久但是我覺得這個身分 可能在這件事情上稍微有近一點點的 那之後來知道說有一個18棟的決議 那我那時候就是會去思考說 本來進到宿舍村是希望 那時候我簽那個連署書 第一個就是要全區緩拆調查 第二個是全區緩拆調查 然後第二個是要建立一個平台 讓很多的意見可以加進來來討論宿舍村 那我覺得那兩天事情還沒有做到 所以面對18棟的一個決議 我知道那個是很為難的事情 但我就是我想了想之後 我覺得我想要行動 就是我想要繼續做調查 我想要讓這個事情回到我原來進去說舍村 就是我希望他全區緩拆調查 然後建立一個分享平台 所以就試著去做看看 所以就開始就是找志工 就是幫忙就是跟我一起進去調查防空洞 那這個防空洞不是 不是知道那個18棟的決議之後 才知道防空洞的 是我們在調查樹木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防空洞 但是我發現那個防空洞 就是並沒有被重視 所以但是我覺得那個很特別 對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去處理 那可是因為我對防空洞 了解又不夠多 所以就開始一個一個去找 然後還有問當地的住戶說 哪裡還有防空洞 那也很幸運的除了防空洞之外 居然有那個台北跟高雄的朋友 不認識的 他們居然注意到宿舍村的消息 然後他們想要主動來幫忙 進行做3D測會 這個3D測會就是利用那個遙控飛機 在空中跑一圈 然後把宿舍村錄影下來 再接著地面的錄影 然後接起來之後 可以做一個更詳細的紀錄 那這兩個朋友就是一個從台北 一個從高雄 他們星期五就先來到彰化了解 可不可以進去拍攝 然後星期六星期天兩個整天的時間 就待在彰化 那他們對宿舍村的文字來講 是很可口的 可是他們自己發明那個文箱啊 把他們給在線上 所以他們走到哪裡 文箱就會到哪裡 很聰明 不過其實文箱很毒 但是我是覺得也很佩服他們 那也開始就是護術組的志工 就被我拖進來 就去進行打掃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幫忙割草啊 本來是用手動割的 可是那個效率很不好 後來有割草機 然後再來就是修術 那最後就是有真的很順利 就是在6月16號到文化局進行文資審查 那那一天就是 呃 全部的委員就是一致通過說 這個地方應該要暫停 不要被拆 然後應該要做全區的調查 雖然說 在這個文資審查的早上 只有兩個委員來做現場的勘查 而那兩個委員 其中有一個委員 他在進場前他就表明說 這個地方他們已經來過了 沒有什麼還要再調查的 為什麼還要找我們來 但是後來他跟我們進去走一圈之後 他反而問我們說 之前提報的是誰啊 怎麼都沒有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誤會 不夠了解 但是 但是只要我們試著去了解他 我覺得就有機會 那我們在那次的文資審查當中提出的東西 就是對宿舍村的建物做一個介紹 但說真的我們這個調查都還持續進行 然後這個建築的部分分為三期 剛剛明憲有大概提到過 那其中這段工務段段長宿舍 因為我是覺得我是也不是特別偏愛他 但是我那時候知道這棟房子沒有被保留下來 我覺得那是宿舍存了一個很大的損失 那這棟宿舍後來在文資委員的眼光當中 他認為這個是台灣第一批建築人才 他出國留學之後所蓋的一個比較前衛式的建築 那從他的樓梯的設計當中 他是懸吊式的工法 就是這棟建物是值得被保留下來 但因為他所在的位置 是在以後公園跟外面的道路的一個銜接處 所以他有可能會 房子就是有佔到一些道路 那我那時候有去建設處問說 假設後來保留下來了 那這個房子因為道路的開闢 是否還可以被保留 那建設處是說 只要他是文資的身份 任何人都知道不可以動他 建設處是這樣回憶我 不管他說的是真是假 那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機會 所以目前他可以緩拆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再努力 就是進入他真正的文資身份 他目前是緩拆不是不拆 但是他如果要拆之前 必須要經得文化局的同意 他才能被拆這樣子 然後是第三期的洞洞屋 就是他有很特別的這個洞型的樓梯間 那採光通風會滿好的 那我們也從防洪洞的調查跟打掃當中 看到以前日治時代的月台里程牌 那這當中還有日文的標示 還有就是站台人員他們往前往後比的手勢 然後建築組的夥伴們還在建戶的調查當中 我們發現在日式的核式門當中 他們外面是裹著核紙 那裡面有包裹一些墊高的 就是以前當初是不要的指掌 可是實際上它裡面有保存過去的一些書信 還有台帳 還有就是日文的一些文字記錄 那我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需要 夥伴們來進行深入的調查 防空洞大致上有五個大型防空洞 五個防空洞大中小都有 然後還有另外五個是地下防空室 在那個洞洞屋的地下室 它都是防空地下室 然後這一個72人防空洞 就是它的空間算是數一數二大的 然後它內部有兩台就是一體成型的實力 就是讓你在裡面躲空襲的時候還可以坐著 然後它也有原型的鐵製的通氣孔 然後這個宿舍村的建物它的年代表 就是其實建設處它後來也有提供 就是他們當初做調查的報告給我們 但是建設處所做的調查 它是基於建物本身的結構使用的材料 但它並沒有去調查說這個區域之前的歷史故事 那我們覺得那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建設處它當初我在跟建設處接洽的時候 我覺得它也希望我們繼續做更多的調查這樣子 那它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們這樣一眼就會判定 就覺得它是一個荒廢的塑舍村啊 就是很老的老房子啊 其實它的結構有些很多是沒有問題 那有些的確需要整理 有些可能只適合局部保留 但是就是其實慢慢的就是會越來越喜歡它 因為認識裡面居住的一些台鐵員工 覺得他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真的好認真喔 然後裡面的一些故事啊 就是等於說把台灣的歷史再早一遍 那我們也請夥伴們就是製作一個導覽圖 就是慢慢的把這個地方介紹給大家 然後可以吸引更多的就是夥伴可以進來就是幫忙這裡 那我們也開始去蒐集一些 台灣已經有進行了一些活化的計畫 比如說這個是台南總爺的防空洞的藝術計畫 然後還有肯定青年活動中心他們 如果你入住那裡他們就會舉辦那個建築的導覽 那其實宿舍村也很適合 因為我們有一個室內設計師的志工 他說他雖然是學建築的 可是在他的建築養成的過程當中 他還沒有到過一個地方就是可以同時看到 就是不同時期的一個建築脈絡 那宿舍村其實是一個建築教室 或是平多仿寮的這個就是他也是鐵路宿舍 那他目前是一個成型的藝術村 那其實我們目前還是有很多的問號啦 比如說我們自己會覺得說志工群就像是一棵樹啊 就是我們是從宿舍村來學習 宿舍村給我們學習的機會 但是我們夥伴跟夥伴之間啊 就是也是在投入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獲得很多 那我們會期許說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 就像剛剛提到那個 我覺得賴和這個賴和志工的團體 或是喚醒彰化青年 就是我覺得甚至哲武 哲學星期五 我覺得都是比我們台鐵樹聖村的 目前的這個志工群來的更有 好像更有系統性然後動性更頻繁的 那我們目前也是希望說可不可以朝那個方向來發展 但因為宿舍村啊就是他目前他應該要經過調查 然後環境的維護 然後一邊思考他的活化的未來 就是不是跳過前置調查環境維護 然後就來想他的未來 我覺得前置調查跟環境維護非常重要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需要很多的原力 然後就是最後一章就是 當初走進這裡的動力 就是覺得發現這個地方很適合帶好朋友來走走 那現在還是覺得他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好像越來越有機會 但是我們目前 目前就是 就是真的是能做什麼去做什麼 那我們可能還需要大家的引導 建議幫忙這樣子 謝謝